当前拜登政府强烈要求深入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溯源调查 拜登26号下令情报单位调查新冠肺炎起源 并且要求在90天内提出报告 拜登希望借由清查尚未检视的情资 让美国对议员能够有更明确的结论 另外一个方面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说法 也从否认到开始探讨 许多专家也出面呼吁应该进行全面自由的调查 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贝勒医学院小儿科学分子病毒学和微生物学教授兼病毒专家霍泰兹 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 为了预防日后再度爆发大流行病 绝对有必要就病毒起源得出确切结论 他说 除非我们能彻底了解新冠肺炎的起源 否则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形态的冠状病毒 而他也认为世界仍然需要对病毒溯源展开新的科学研究 而且绝大部分还是必须要去中国 当前主流理论的原初自然说固然已经有众多的资料 但是还是需要有一支由科学家、流行病学家以及病毒学家所组成的独立团队 近到中国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这支团队需要能够访谈当地科学家、检查实验室笔记本 以厘清实验室外议论的可能性 才有办法真正地解开新冠病毒起源之谜 可是没有中国的配合就无法做到以上的事情 不过另外一个方面 也有人对当前的情势表示了乐观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乐观地指出 不排除会有中国内部的人士出来揭露实验室的内情 因为中国也有许多科学家早在疫情的早期站出来 说他们怀疑这是实验室泄露 只是这些人被他们的政府系统性地压制了 所以他预期美国政府终将会得到一个答案 近日来全球再度兴起 新冠肺炎病毒溯源调查的呼声 就在各国忙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复燃 以及疫苗抢购等等问题时 病毒传播源自于武汉研究所泄露的说法 又一次浮上台面 周日泰晤士报报道 过去包括英国情报部门在内的西方国家情报机构 曾经认为实验室合成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现在重新评估 认为病毒有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英国每日邮报此前报道 英国和挪威科学家即将发表在 剑桥生物物理学发现记刊22页研究中指出 新冠病毒是由中国科学家制造的 他们试图用逆向工程掩盖痕迹 但留下了独特的指纹 另外根据每日电信报报道 英国对外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也称作军情六处 前局长迪尔洛夫表示 有期刊在收到该论文之后 在一星期之后就博会论文并且拒绝刊登 但同一时间却是接受了两到三篇 来自于中国有关新冠肺炎病毒的研究论文 迪尔洛夫批评 这些期刊都跟随中国的观点 拒绝刊登持相反意见的论文 每日电信报则报道 在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情报机构 彻底调查新冠肺炎病毒起源 并且在90天内提交调查报告之后 英国情报机构正在协助美国展开相关调查 不过西方情报界消息人士强调了 中国的隐秘作风让调查是困难重重 首席英国参与调查部分的一名西方情报界人士说 可能有些零星的证据引导我们往一个方向 又有证据引导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 不管哪个方向中国人都会说谎 而现在中国官方仍然对国际社会 要求再度进行武汉溯源调查仪式保持批评 不过德国新澳斯纳布旅客报指出 中国被激怒的举动或许是郑重了拜登政府的下怀 报导认为拜登当前的举动触怒北京 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揭露无能或者过失 最能够挑起中共政权的愤恨 而就算病毒真的不慎 从实验室泄露出来 中国人刻意向世卫组织隐瞒的消息 也没有人能够向中国追责 当前的国际法框架之下 国际社会并没有能够有任何手段 可以用来对付中国 而且中国并没有接受任何国际法庭的管辖 可以肯定的是 拜登总统不会放弃 这一个在体制竞赛中得分的机会 也许美国会构建一个国际司法体系 以便在今后能够拥有相应的法律施压手段 奥利利新闻报则点出了 疫情最早期 湖北省当局的各种蛮暴行为 让外界难以幸福北京 而现在外界就会认为 溯源调查本应该是对中国也有利的 北京是没有理由去阻挠溯源调查 除非中国当局真的隐瞒了什么 真的掌握更多不愿意透露的资讯 而这就是拜登政府想要强化的形象 中国早前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 显示出在过去十年 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 比上一个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了0.04% 中国人口十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趋势 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远低于维持人口红率所需要的2.1 这对于依赖制造业的中国来说是一大警信 而为了应对人口老化的现况 美国之音报道 今年2月18号 东北三省就传出了有望开放生育限制 外界猜测 选定东北三省的原因 是因为该地近年遭遇严重的人口下降 经济结构转型 导致了东北资源型城市人口加剧外流 空潮现象严重 而东北今日的情景也是中国全国的明日缩影 因此急需调整政策 而根据新华社报道 北京当局将出台重大举措 积极地应对人口老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 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 并且表示该政策有利于改善中国人口结构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保持中国人力资源 并富优势 另外也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全国统筹 不过官方开放三胎 真的能够挽救低迷的生育率吗 美国之音指出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人 不愿意再承担生育任务 上海2021年元旦新生额数量下降到31年前的1% 北京2020的户口人数出生率也在创下了10年新低 各项数据都显示出年轻人的不愿意 北京大学社会学习教授陆杰华表示 80后90后这一代人 他们的人生目标并不是生孩子 他们更注重职业发展和满足个人需要 选择性在变化 另外育龄妇女数量和比例在下降 再加上晚婚晚育 造成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滑 除了思想转变之外 沉重的经济压力 也是中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或生育的主要原因 陆杰华教授早前就指出了 即使政府开放生育政策 效果也不一定明显 而纵观近来北京当局 为了挽救人口现况寄出的政策 包含了离婚冷静法 大肆宣传传统家庭价值等等 到现在开放三海政策 是否真的可以促进中国人口增长 也只能持续观察下去 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 中共官方推出新版中国共产党检视 并且力推党史节习 中央社综合新华社报导 习近平在党刊《求是》杂志发表文章 题为《学好四史》 永保出新 永担使命 习近平在文章中指出 要透过在全社会开展四史教育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的是青少年 要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等等的基本道理 坚定不宜听党话跟党走 习近平又说 要引导各族群众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 民族观 文化观 宗教观 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 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他最后强调 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 着力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 厚执爱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让红色基因 革命星火 代代传承 不过 本次中共所推出的新党史 在早前就被指出 修改了许多的关键部分 其中 新的党史 特别突出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党史 大约就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 与中共历史比例是完全不相符 至于文化大革命 则不再单独成章 并且还淡化了发动者毛泽东的错误 此番修改 加上习近平的发文 要紧抓当前新疆 内蒙古等地种族问题 以及在西方民主国家 与中国对立情势加剧的情况下 是力求稳定民心 特别是正于求学阶段 吸收新知的年轻人 更是要稳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 以及对习近平本人的个人崇拜 欧洲多个媒体在今天报道 披露了美国曾经长期的在丹麦情治单位协助下 暗中监控欧洲政治高层人物 其中还包含了德国总理默克尔 丹麦国家广播公司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 及国家安全局前员工史诺登 2013年揭发美国政府大规模监控计划后 丹麦国防情报局在2015年进行内部调查 报道引述9名熟知此调查人士指出 内部调查发现 美国国安局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 利用丹麦的通讯电缆监控瑞典 挪威 法国 以及德国的高层官员和政治人物 对象包括了默克尔 时任德国外交部长史坦麦尔 以及德国反对党领袖施泰因布鲁克 根据调查 美国方面借此取得了监视对象的通话 以及简讯内容 丹麦为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之一 其海底电缆 连接 瑞典 挪威 德国 荷兰及英国 根据丹麦广播公司指出 在遭到一个监督军情单位的独立委员会 指控严重犯错并痛批之后 去年8月份 丹麦军情局长以及另外三名官员已经遭到停职 丹麦政府去年表示 会根据一份吹哨者的报告展开调查 调查结果预计今年稍晚就会出炉 对于此最新报道 德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 媒体报道后才得知此事 目前不愿对此回应 美国国安局也尚未置评 另外针对此消息 瑞典国防部长胡尔特奎斯特 向瑞典电视台表示 他已经下令要取得此事的所有相关资讯 挪威国防部长巴克言先也告诉 挪威广播公司他们严肃地看待此事 另外2013年揭发过此事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前员工事 诺登在最新的报道曝光之后 他透过推特指责美国总统拜登一定执行 因为拜登当时是美国的副总统 他相信拜登一定深切地参与了这起丑闻 因此他呼吁外界应该要公开更多真相